全文一更到底 精彩故事现在开始 未婚妻藏起摄像头 要全网直播我偷人 可她不知道 来地富婆其实是我姐姐 我本是金圈太子爷 而私会的富婆是金圈大小姐 适合我在同一个户口本的金姐姐 偷拍直播间里 我靠一晚白周掀翻她精英的爱妇人设 顺便还把她出轨圈内小鲜肉的事 给抖落了个干净 柳如烟在剧组出轨了 她还以为我不知道 我假装自己也在外面有了人 她信以为真 于是她越发心安理得的 根基伯达秀恩爱 她甚至领奖时都把人喊上她一起 却对外宣称 那是她孤儿院时认识的林家弟弟 网友都夸刘影后绝世好女人 宠地狂魔 而我呢 素来被称胡咖 因为从不藏着脾气力原设 所以黑料一堆名声并不好 最近又有狗仔爆料 我爬窗某妇婆 给柳如烟戴绿帽子 网友骂我不知廉耻 甚至有人给我送花圈屁一招 说我配不上她 全网劝她赶紧跟我分手 我没回应 柳如烟也没帮我回应 她倒更像是对外默认了 我出轨的事 我知道就是她跟狗仔爆的料 看来我演的这出戏也该收网了 论时间不早了 是该我表演了 昨天柳如烟参加的直播节目 到我们住的地方来取景拍摄 我故意让她看到 傅婆给我发的短信 让她误以为 我明天会在房子里撕毁傅婆 她果然把节目组的微型摄像头 不小心忘在了客厅 微型摄像头 拍着节目组的直播 还在网上继续 只是客厅里只有我一个人 哇怎么回事 节目组把摄像头忘了 顾言之不知道有摄像头啊 这不是偷拍吗 其实还挺有意思 艺人平时都是包装出来的 大家不想看看明星私下 最真实的一面吗 顾言之不是出轨 还死不承认吗 不然有本事出来回应了 说不定今天能挖到点猛料 看她怎么狡辩 不甘不尽的渣男 根本配不上刘女神 我不用猜都知道 现在直播间里是个什么情况 没有人会来破坏这场 大快人心的偷拍直播 网友都等着看我笑话 柳如烟也等着我在大众面前 和情妇奸情暴露 深感名烈 她好和她心心念念的纪伯达 光明正大在一起 那我就满足她吧 我迅速打电话给富婆 周末一个人在家 好孤单过来 陪我穿美一点 对 今天柳如烟她不在家 你就放心来吧 挂了电话之后 我又在微信上 给那边发消息 待会儿到了不许喊我弟 不然我告诉她 你把她那盒收藏的茶饼给泡了 对方发了三个问号 和一个惊恐的表情过来 我反手回了一个死亡微笑 柳如烟不是一直想看看 我的情出是谁吗 行那我就给她看 摄像头藏在电视墙后 离我有些距离 只能拍到我低头无聊 滑拉手机 没人知道我也已经潜入了直播间 在看自己的直播 其实憋笑还蛮辛苦的 啊 贱人 送花圈都算是便宜她了 证据确凿 顾炎之出轨了 她竟然公然在柳颖后的房子里找女人 她还要不要脸 等会儿别拍到什么劲爆的东西啊 观看人数到上百万了百万网友来抓奸 那是出了名的宠妇狂魔 多少人羡慕啊她 就是白眼狼 顾炎之你怎么敢的 我真想进去抽死她 啊 在网友发疯沸腾 为柳如烟鸣不平时 保姆车里坐着的柳如烟 也在看着这场 她精心策划的直播 她盯着屏幕里的人眼神阴暗 顾炎之 这就是你背叛我的代价 我要你身败名裂 而柳如烟身边 纪博达撇着她坐着 她一边买水军 进直播间骂我一边说 等这件事过后 我们还要她公开道歉 小烟和她分手后 她还得感恩戴德 不然网友骂死她 不仅如此 我要她永远退出娱乐圈 再没脸出来见人 柳如烟不屑说 这是她活该出轨的男人 我柳如烟绝不手软 直播间里 在网络上百万网友 瞧手已盼下 不久门铃响了 我没去开门不一会儿 一个女人自己开门进来了 腰细腿长黑丝 配高跟女人背对着摄像头 竟然有钥匙 看来两人不是第一次干这事了 柳如烟太惨了吧 这么好的女人都要被绿 这人谁啊 看起来不像网上 传是六七十岁的老太婆呀 总之不是傻好人肩负淫妇 臭味相投好不要脸 直播间疯狂涌入了更多的观众 直充五百万 弹幕更是滚得根本看不清字 客厅里 顾思琪看我有气无力地坐在沙发上 毫不客气地过来坐在旁边 她不知道摄像头的事 但这角度找得真好 依旧是背对着摄像头的 柳如烟是不是又跟那个贱人年一起去了 她又丑又装还穷 根本配不上 跟性计的贱人 倒确实像一对都怪恶心的 顾思琪早就不爽柳如烟 觉得我就是一朵鲜花 插在大份上了 所以她这是真情实感的 骂柳如烟那狗东西 没有一点表演成分 直接给直播间观众骂懵逼了 我找了个摄像头 能拍得到的角度 抱住她的手臂 开始告状 对啊 还是只有你对我最好 柳如烟去外地拍戏 几个月都不给我打电话 我给她打过去 每次都是纪伯达接电话 有次我半夜打过去 都是她接的 之后我就不再打了 网友弹幕纷纷打出 声信多疑人家 只是把刘影后当弟弟 摄像头下 顾思琪对于我这罕见的可怜表情 失忆了一下 她犹豫着拍了拍我的手背 算是安慰 然后她更加丧心病狂地开始痛骂 柳如烟和纪伯达那对贱人 她骂得太狠 我听得心里险些笑叉气过去 但顾思琪的话 却惹得刘粉大为不快 痛斥此情妇 素质极低 与我这样不要脸的人像是一对 我暗地忍笑 表面上表现得善解人意 哀声叹气地给柳如烟开脱 其实她也有苦衷吧 虽然我给她买的袖扣和花针 她从来不用 纪伯达给她买的鞋垫 她特别喜欢天天垫 那毕竟她身高只有一米六 有什么办法 我这一句话 直接给网友干沉默了 直播间凝制许久 柳如烟真的只有一米六 她官方身高一米七八甲的咯 哈哈 这简直要了柳如烟的命了 毕竟她那么爱装逼 难怪纪伯达在她身边 一直穿平底鞋 怕伤了她可怜的自尊 黎大普 我是来看顾炎之偷情的 不是来看柳如烟笑话的 这真的很难评 果然是纪伯达懂她吗 送礼都送得这么贴心 在网友全都在看柳如烟笑话的时候 顾思琪以为我疯了 她生怕我对柳如烟 爱得不能自拔 赶紧慌张帮我拔 柳如烟这狗东西 我记得她冷暴力 然后又在网上装无辜 故意让她的粉丝来网报你 你没忘吧 她只是给你煮了一碗白粥 就马上发微博 立好女人设 还一堆人说她好崇利 他们家是没粥喝吗 她让你这么委屈 你图她什么呀 图她是小三 图她在外面乱搞 还是图她兜里就那二毛八 还觉得你要害她 咱行行吧 不要在垃圾桶里捡女人可以吗 在顾思琪期待我回头是岸的眼神下 我眼巴巴地望着她点点头说 可是她说 是为了给我家的感觉 才给我煮粥的 顾思琪彻底被我整无语了 沉默了很久很久 应该是很无语 她烦躁地扒拉着头发 忽然停下说 不是你脑子有毛病啊 直播间里 响彻顾思琪无能狂怒的嘶吼 什么破白粥 你让她滚 她还不配高攀你 咱们家又不是养不齐你 诡计多端的抠门穷女人 我要是顾言之 我也外头找人 谁这么跟你谈恋爱 就为了喝那一碗白粥啊 拿了饮后 请为婚夫喝白粥 请弟弟吃五星级 送弟弟名牌表 她没病吧 神经病 谁家去那点名啊 谁家里天天喝粥啊 呵呵 这情妇好大的口气 说不定 顾言之就是 拿留影后的钱 去养的这个小三 现在打肿脸充胖子 真以为自己是个人啊 她说的什么屁话 关她屁事 我们留影后 可是心境影后 她又算哪奔冲 等等我没听错吧 她刚刚说什么 是我想的那个故事集团吗 也就是在此刻 镜头里女人转过了身 一张年轻貌美的脸 出现在摄像头前 网友炸了 柳如烟也震惊地 盯着屏幕里愣了 我那年轻貌美 迷人多金的顾大总裁啊 那脸比平面模特都好看 那嘎嘎香的人鱼线条啊 她到底是怎么眼下 看上顾言之的 我承认她 确实比刘影后牛逼 金圈大小姐啊 这可是 妈妈我出席了 我看到大小姐了 顾思琦京城里 背景深厚的顾家的大小姐 最近刚接管 顾氏集团总裁的位置 别说是娱乐圈 整个商业圈子 都没人敢得罪她 并且 这人还是出了名的 手段厉害 又互短 之前就因为有人说了一句 她弟弟从不出席公共场合 肯定是长得奇丑无比 她直接当场翻脸 泼上去一杯酒 把那刚来金城 扎根的某城首富 给连根拔了 在金城 要想站稳脚跟 第一不能得罪的 就是顾家这尊大佛 呵呵 网上果然一群拜金田宝 有钱人就可以随意 践踏好演员尊严了吗 而且 不管情妇是谁 都改变不了顾炎之出轨的事实 她就是脏东西 竟然 竟然是顾总 她怎么可能勾搭上顾总 继波达死死瞪着直播画面里的人 手指头都快钻烂了 她万万没想到顾炎之这么有本事 出轨的对象 竟然是顾是总裁 那可是金圈大小姐啊 有她在背后在娱乐圈 什么事干不成 好啊好啊顾炎之 你有本事 难怪成天给我脸色看 原来是觉得傍上豪门啊 柳如烟更是气得冷笑 心里莫名憋屈的厉害 她真以为勾搭上顾总 就能相安无事吗 现在的网友话语权很大 顾炎之自己出轨偷人 就算顾家是金城首富 他也得被喷到体无完肤 何况顾总不是已经有未婚夫了吗 他就是个第三者 顾炎之之三当三 顾总已经在去年就订婚了 而且两个人青梅竹马 感情很好的 顾总未婚夫是门当户对的 享乐娱乐少爷 出了名的不好惹 这位大少爷知道不得封杀 他倒下辈子 顾炎之完蛋了 坐等看好戏 顾炎之算个屁 上部的台面的戏子 怎么可能架豪门 人家就是玩玩他 搞半天 他放着这么好的影后不要 出去偷情 给人当鸭 真丢人 真恶心 滚出娱乐圈 大家快想约大少爷 过来捉奸 我倒要看看顾炎之这渣男 怎么收场 不少网友赶紧跑上微博 开始疯狂 艾特顾思奇的未婚夫来捉奸 一时直播热度再达新高 逼近千万 直接冲到了热搜 更引来不少网友围观 就算是不关注娱乐圈的人 看到直播间这个热度 也跟着点进来吃瓜 柳如烟刚靠电影拿了影后 平时人设又是温柔清纯的形象 加上有几分姿色路人员 好的出气 于是刚进来的路人 加上他的粉丝 都在弹幕给柳如烟鸣不平 纯路人顾炎之这样的 就该被封杀 还是柳影后对他太好了 说什么不给他打电话 柳影后为了拍电影受伤 还是博达哥哥陪着去医院的 那个时候顾炎之在哪 怕是忙着勾搭女人吧 顾炎之毕竟就一个庸才 除了身体什么也没有 所以只能去泡女人了 好在刘影后最近拿奖了 甩了这个男人以后 独自美丽 客厅里我借着顾思奇的身体挡着 看着直播间里滚动的弹幕 柳如烟看到这些吹捧话 是不是得意极了 他最近拿了奖 受千万人追捧 人前腰板都比以前值了 他真把自己当影后了 今天我就让他看看 他是个什么东西 屁的影后 我咳嗽两声 把手机塞进沙发凤里 转过头来 含情默默地看着顾思奇 我黏糊的眼神 让他僵了一下 我明显看到他眼里的恶寒 毕竟我俩平时在一起 就是斗嘴掐架 他还每次都输 他可没见我几时温柔过 我气得瞪了他一眼 顾思奇被我瞪得一哆嗦 嘴里却还是很硬气 我 我就不同意 你跟他在一起 你还给他投资拍电影 浪费钱 我扶了得了志士 都给他兜搂出来了 直播间直接开启疯讽讽讽 吹牛吧 顾言之哪来的钱投资电影 卖身钱吗 顾言之算个屁 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 要不是流影后演之部电影 铁定铺 可是别忘了 这是偷拍直播 虽然有点不道德 但他们不可能说谎 说实话 柳如烟的粉丝别嘴硬了 他演技也就那样 要不是电影制作好他 拿个屁的奖 直播间吵得不可开交 顾思奇还在那边气呼呼的 我要送柳如烟一件大礼 他不是靠粉丝捧着就飘了吗 那我就让他从最高处狠狠摔下来 我趁顾思奇不注意 在摄像头拍不到的死角 把茶几上的玻璃摆件 悄悄推到地上 砰的一声碎了一地玻璃 我要起身去收拾地上的碎玻璃 顾思奇赶紧拦住我嘟囔道 坐着吧 别扎了你的手 这是哪是你干的 怎么回事顾总好宠啊 天顾总像生闷器的大狗狗一样 顾言之好福气啊 这福气是他偷的别人的 真该死 顾思奇在扫地上的碎玻璃 我还是起身去帮忙 然后直接一个不小心 我把垃圾桶踢倒了 里面扔的一堆东西 立马摊在了地上 顾思奇无奈地把我按回沙发上 继续哼哧哼哧地收拾 我盯着他的背影笑 心中感叹 还是清姐姐好 其实打翻垃圾桶 我是故意的 我的目的已经达到 刚刚垃圾桶里倒出来的东西 很简单 一个精致的巴掌大蛋糕 一个柳如烟圆形的娃娃 这些正巧 被摄像头捕捉 这三样 都是粉丝送给柳如烟的礼物 是粉丝亲手制作的一片心意 昨天他就是在这客厅直播 拆开了这些礼物 还表示 特别珍视这些粉丝送来的东西 结果 今天这些东西 全出现在垃圾桶里 什么意思不言而喻 那个娃娃就躺在我脚边 我捡起来拍了拍 柳如烟从来看不上 粉丝送的东西 说都是质量差的垃圾 一般摆拍一下发微博 感动一下粉丝就扔了 挺可惜的 你才知道他这样吗 顾思奇哼道 从这件事就能看出 他不是好东西 我没说话 只是看着手里的娃娃叹气 直播间里 柳如烟的粉丝破大房了 本来他的大部分粉丝 就是最近电影上映的来的 如今看到这一幕 直接给创的七零八落 大家纷纷开始脱粉声讨柳如烟 微博直接一顿炮火输出 在饭圈脱粉回踩 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柳如烟全往他房 就在一瞬间 一堆黑料 如雨后春笋一样 迅速被爆了出来 那边也在看直播的柳如烟慌了 他明明记得 昨天让人把这些东西扔了出去 怎么会在客厅垃圾桶 但现在他顾不得那么多 在网友围攻之下 他只能赶紧上线 开直播道歉解释 说蛋糕是因为放坏了 礼物他不知道谁丢的 然后把一切推给工作人员 这样的招数是娱乐圈惯用的 所以除了少数脑子不清醒的独围 还在维护他外 已经没多少人愿意信他 大都是讽刺他 小排大耍 没素质 没义德 人没红透 就先他了 柳如烟被喷得狼狈下坡 结果他那边直播刚关闭 我这边直播间里 又掀起了滔天大浪 围观网友飙升 原因是顾思琪收拾完 看到我还拿着那个柳如烟形象的娃娃 以为我是对柳如烟情奔深重 连娃娃都爱屋即屋 他一脸 我拿什么拯救你 我的恋爱 脑弟弟的痛苦 一边继续试图唤醒我的理智 柳如烟就一拉鸡带 除了会装 还是会装 还说纪伯达是什么弟弟 我初中都没人说这么恶心的话 他不会真觉得所有人都是傻子 他很高明吧 还有个是真的我不骗你 就他和纪伯达嘴贴嘴的事 我都看到几回了 恶心死了 就在剧组 在电梯在车库 我那一打他出轨的照片 都没他脸皮厚 你要看我回去 马上拿给你 我有点想吐善善 笑着白手说 不聊我嫌恶心 同时直播间 网友呼顾此大料 一阵再阵 猛料 柳如烟也出轨了 这女人没有天收 还得是我顾总来啊 就他聪明得很 拿弟弟这个名头 当挡箭牌 谁家弟弟 整天钻哥哥被窝 女朋友半夜打电话 都被弟弟接了呢 要我说柳如烟才不是个东西 顾言之虽然是庸才 但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比他有名气的多 他当时被大众认识 还是靠顾言之女朋友的热度 他才是白眼狼 眼看网上事情不可控制 经纪公司立马给柳如烟打电话 让他必须马上 把事情解释清楚 柳如烟也急了 他好不容易才功成名就的 怎么可能今天毁于一旦 于是他立马拍了一条视频 发到微博上 在这里我要澄清一件事 我和纪博达清清白白 我早就说过他是我的弟弟 我们都是在孤儿院长大的 我想这种感情很少有人会懂 如果再有人随意造谣 就等着律师喊吧 还有事到如今 我也不得不说出一件事 顾言之确实出轨了 我只是想给他保留点颜面 才一直没说 他已经出轨快半年了 我等着他自己说 才冷着他 他却跟顾总说 我冷暴力他 顾总已经有了未婚夫 应该是被他一时蒙骗 其实很早之前 我就发现他心思不纯 他几次参加酒局 夜不归宿 我们也吵过假 我想是那个时候 让他萌生了不正确的念头 才出轨的 柳如烟给我泼脏水 以为可以掩盖自己出轨的事实 然而很快网上有人爆料 说柳如烟和纪博达 压根就不是一个孤儿院的 小时候就认识 更是捏造 网友一向很给力 很快两人开放监控 还有纪博达微博晒的生日项链 是柳如烟代言品牌的致爱款 网上有柳如烟的购买记录 女朋友生日微博祝福都不送 弟弟生日送致爱 有点东西来 我是受不了我女朋友天天跟 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弟弟 黏在一起的 这样的女人不干净 穷女人没钱 还想玩得花 只能认弟弟了 张口就说 顾言之在外面乱搞他的证据呢 这些话 直接就把柳如烟搞破防了 任凭他在解释网友 也不信 百口莫辩之中 柳如烟只能再开直播 解释说我出轨在先 他太伤心了 纪博达安慰他 两人才意外生出感情的 他算是承认 两人确实在一起 却撒谎美化了自己的背叛 暗示一切都是我的错 那你挺深情的 纪博达天天到房间安慰你 可事实就是 顾言之出轨在先啊 还是顾言之活该 谁先还说不定呢 我看柳如烟满腹心机 说的话没一句真的 我说的是真的 我是太伤心了 才会和博达 因为那天 我听到顾言之说 顾总怀孕了 又抱一个惊天大瓜 顾总还没结婚 先和顾言之 搞出私生子啊 这话可不能乱说呀 那可是顾家呀 眼看弹幕翻滚 柳如烟一脸痛苦 像是十分迫不得已 我有证据 柳如烟的证据 是电话录音 里面清晰漏到 我说出怀孕消息的言论 另外 柳如烟还拿出了一份产检报告 上面显示 顾思琪已经怀孕两个月了 她不知道这些东西 都是我故意让她发现的 因为这两样证据 千万网友开始 罵我做梦入坠豪门 一时群情激愤 直播间和微博热度朋友 消息上了热搜 锦号顾思琪怀孕 锦号 锦号顾言之想凤子成婚 入坠故事豪门 锦号 于是网友口风忽然逆转 不再骂柳如烟了 就算是刘颖后后面 喜欢上了纪伯达 又怎么样 伯达哥哥 比顾言之这脚踏 两条船的渣男好太多 是顾言之自己 不识好歹伤了刘颖后的心 刘颖后是好女人 她也是受害者 她和纪伯达这样还要被骂 我真的好心疼 我支持刘颖后和纪伯达在一起 明明他们才是真爱 刘颖后能怎么办 她说纪伯达是弟弟 只是为了保护她 刘颖后太深情了 顾总也早点清醒吧 顾言之就是个贪慕虚荣的混蛋 顾总未婚夫 肯定不会放过顾言之的 放心顾总不会让顾言之进门的 她以后做个单亲妈妈被耻笑 孩子也跟她一样 抬不起头来 真是害人害己 受不了了 刘颖后快去桌奸吧 我守着直播等着你手丝渣男 我找了个摄像头拍不到的角度 再偷偷扒了手机围观直播 很快看到有网友说柳如烟发了微博 表示在回来的路上 她竟然还在微博最后说了一句 这件事应该让顾总未婚夫知道 看来是联系了顾思琪的未婚夫姜思里了 直播间里虽然有少部分网友在帮我说话 但奈何柳如烟战斗粉太猛 加上不少水军逮谁骂谁 普通人根本招架不住 现在弹幕都在刷现场 桌奸大快人心 我正看得起劲呢 旁边的顾思琪又开始劝我 回头是岸了 我是一眼也不想再看到那两人了 你还是赶紧把柳如烟甩了 跟我回家吧 回家干嘛 我随口问 回家继承千万家产 大不了你吃喝玩乐 我养你 反正你别跟他在一起 顾思琪说着 也不管那么多了 委屈巴巴的说 其实上次你跟爸打电话 我听到了 爸觉得柳如烟是个有问题的人 想封杀他 你不肯才撒谎的 可是柳如烟他配不上我弟弟 顾思琪说 递根姐回家吧 我只有你这一个弟弟 我不能看着你被扎你骗 柳如烟如果品行端正 只要他对你好 就算他一分钱 没有我也不会说什么 可是他明明就不是个东西 他有什么资格那样对你 在家里我们全家都宠着你 长这么大 谁敢跟你说句重话 其实你和柳如烟的事 爸妈是极力反对的 但他们怕你不高兴 不敢来劝你 就把我推出来了说 如果你要讨厌 就讨厌我 反正不能让你被扎你祸祸 我也是这样想的 我把顾思琪拉到身边 拍了拍他的肩 安慰他 我知道放心我没那么傻 这一刻直播间 那些刚准备对我也想登堂入室的网友 都风中凌乱了 爸 谁的爸 这是什么晶片大反转 我CPU都快烧了 顾总喊顾言之什么 姐 我没听错吧 是我想的那个意思吧 早就有人扒过顾言之的家事不简单 他一个胡咖之前 竟然戴过一套千万手表 参加慈善晚宴 不过他一直没回应 就被网友说戴的是高仿 吃瓜网友都懵了 如果我没记错顾总的弟弟 好像也叫顾言之 所以顾言之真的是金圈大少爷 恕我有眼不识泰山 天哪是同一个户口本的亲弟弟 所以他怎么可能出轨顾总 电影真是他投资的 柳如烟这破天的富贵 你何德何能 呜呜 弟弟甩了柳渣女 看看我爸 性别别卡那么死 到这个时候 直播的热度已经飙升超过了千万 数千万人同时在线 弹幕滚得让人怀疑 下一秒就要冒火星了 柳如烟的粉丝 再也不敢说话 路人网友开始疯狂发表评论 霸占了留言弹幕 好家伙小丑 竟是我自己 看半天抓奸 原来真正的肩膚淫妇在路上 柳如烟出轨继伯达 还歪歪顾言之也出轨 可惜人家这身份摆在着 根本不可能出轨 我看摄像头 说不定是他故意安排留在客厅的 想拍顾言之出轨 他在带娶出来卖惨 柳如烟现在还不知道真相呢 正气势汹汹 等着过来抓奸 好期待他待会知道真相的样子 大少爷狠狠扇他这个死渣女 很快 柳如烟果然带着继伯达到了 两人兴冲冲进来 专门找好角度 方便摄像头拍 柳如烟进来 就是一顿质问 顾言之你为什么要背叛我 你喜欢上了别人 你可以告诉我 我不会纠缠 为什么要这样 何况顾总已经订婚了 你用不着这样做进自己 把自己弄得这样不干净 顾思琦这小抱脾气 一看到柳如烟 就气不打一处来 站起来就要揍人 好在被我最后拉住 我示意他这事 我自己处理他别动 我抱着手臂 坐在沙发上 对上柳如烟不屑地说 我不干净 我怎么不干净 我至少比你喷粪的嘴干净 柳如烟被我对得脸色亲自 看了旁边 自顾自摆弄耳垂的顾思琦也 见他不说话 像是不管这事才有说 顾总都怀了你的孩子了 就算是打了 那也跟死过人的凶宅 没什么两样 就是不干净 我什么时候说过他怀孕了 谁的 你有什么证据吗 我抬眼蜜他 造谣可是要坐牢的 顾总怀了你的孩子 一定要我说出来吗 分手吧顾言之 你这样 我没办法接受 纪伯达站在柳如烟身边 一副单纯老实模样说 顾哥 至爱是柳颖后前两天 给你挑的生日礼物 但他回去就看到你和顾总在一起 才把手表给我的 我轻蔑打亮他一眼 你喜欢就带着吧 你不是一向喜欢捡别人丢的垃圾吗 哎呀 有些人的爱好 真是奇怪 史克朗喜欢推驶 有人就喜欢那一坨 比如 你品味独特 还就喜欢最臭的那一坨 柳如烟被我惹恼了 顾言之 石门铃响了 纪伯达屈辱的眼睛里 灯时闪出光来 肯定是江大少爷来了 他赶紧跑着过去 开门迎接 此时直播间里看戏的网友 也在热烈讨论 还演呢 人家大小姐 看上你是你的福气 不是好歹 顾总那么互端 这可是顾是大少爷啊 被柳如烟这个瞎眼的贱女人 这样侮辱 顾总估计已经想好 怎么让柳如烟死了 柳如烟这会儿演技挺好的 自己出轨 倒是问心无愧 纪伯达那一脸 奸计得逞的笑话 太明显了吧 我不敢想象 开门后的场面 杀了这两人 给我住信 门口纪伯达打开门 满脸讨好笑意的 看着外面 站着的高冷男人 顾言之你完了 就算是爬上了顾总的床 今天还不是得灰溜溜滚下来 顾总的未婚妇妮惹不起 是江少爷吧 顾总就在里面还有 好狗不挡到 你是没有做狗的自觉吗 姜思理不耐烦 压根没正眼看纪伯达 不是有人喊我 过来抓奸吗 人呢 你吗 还不快带我去 以纪伯达的咖位 在圈里 根本没有见娱乐大亨 江大少爷的资格 立马被江思理气势 吓得瑟瑟发抖 不是我在里面 纪伯达赶紧让开 跟在江思理身后 进了客厅 江思理真是来抓奸的 踩着皮鞋 气势汹汹 但在看到沙发上坐着的我时 你可能不知道 顾言之之前就几次三番 可有些投资方不清不楚 所以我觉得 这孩子也不一定就是顾总的 说不定 他就是想要顾市的钱 所以故意说 孩子是顾总的 这个您一定要好好查查 他这样的人 最喜欢用这些龌龊手段 江思理转头 像看小丑一样 看着纪伯达 你要不要听听 你自己在说什么屁话 真是嘴里塞食 满嘴喷粪 你是自己偷人 偷出心得来了 才说得出这些话吧 柳如烟站在纪伯达前头 定着头皮说 江少爷 纪伯达说的都是真的 哦我认识你 柳如烟诧异 这大少爷竟然认识自己 但不等他高兴 江思理就指着他和纪伯达说 肩夫淫妇一对贱人 纪伯达赶紧解释 不是的江少爷 你误会了 确实是顾言之他勾引 江思理直接反手框框 给了他两个大嘴巴子 啪啪两声特别响亮 他说 闭嘴巴 你的臭味熏到我了 纪伯达屈辱地咬着唇 刚想对着隐藏的镜头卖惨 就看到江思理过来 坐在我旁边 还抱着住了我的肩膀 笑着喊了一声老弟 我看纪伯达都呆住了 就开口说 很惊讶吗 我是顾总的弟弟亲的 不可能怎么可能 纪伯达发疯似地扑过来 被顾思琪直接推到了地上 他还在地上发疯说 怎么可能 柳如烟更是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顾言之你又在发什么疯 我冷笑着没说话 很快 他们不得不接受这个真相 柳如烟面色发白 立马换了一副嘴脸 言之应该都是误会 对不起 是我误会了你和顾总 你们既然是亲姐弟 就没事 是我一时糊涂 我也是太爱你了 你别生我的气好吗 对对顾哥 我和刘颖后清清白白 他心里爱的是你 我们都只是误会了而已 我的事确实是误会 但柳如烟你和纪伯达绝不是 你以为你什么时候出轨的 我不知道吗 柳如烟 你外地拍戏 你们两个晚上就睡一张床 白天喊弟弟 晚上弟弟喊 在剧组腻外恶心了全剧组的人 有喝同一杯奶茶的弟弟 有拍吻戏拍得拉都拉不开的弟弟吗 不是的顾哥 都 都是谣传 都是营销号造谣 你知道刘颖后 他怎么可能背叛你 继伯达快委屈哭了 我看着就烦 直接甩出一张医院报告单 丢在柳如烟 呼了一脸泪水的脸上 怀孕的人是你把柳如烟 所以你急着剃开我 好让他上位吧 继伯达说实话 柳如烟这样的女人 我真看不上 他配不上我 配你正好 毕竟婊子配狗 天长地久 柳如烟这么多年 不是白眼的 眼泪说来就来 声味俱下 开始跟我忏悔 他只是一时糊涂 求我原谅他 说着还要跪下来求我 继伯达这个时候 倒护着他了 把人扶起来安慰 顾言之 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仗势欺人 小烟跟我在一起 那也是你造成的 电影是你让他拍的 你现在怪他干什么 要怪也是怪你自己 他不喜欢你了 就是不喜欢 你纠缠他 羞辱他 有什么意思 你这样 只会让他更加厌恶你 顾言之 我告诉你 他和孩子 要是出了问题 我一辈子不会原谅你 我简直要气笑了 他到底是哪里来的 自信说这些话 他还要脸吗 其实我建议你 往好处想想 说不定孩子不是你的呢 我仍给他一个文件袋 你自己好好看看吧 文件袋里装的 都是柳如烟 跟他背后那些 投资人的开房记录 和交易转账记录 纪博达看完之后 整个人烂泥一样 瘫在地上 瞪柳如烟的眼神 恨不得杀人 柳如烟也不装了 破罐子破帅 你那破项链值几个钱 你就是穷鬼一个 你的那点片仇 没我养条狗金贵 你还真以为 这孩子是你的呀 你每次那三分钟 你觉得够吗 两人狗咬狗 纪博达也不顾 还在直播了 直接冲上去 连着扇了柳如烟 几个响亮的巴掌 大骂他贱人 两人就这样 在客厅里撕打起来 柳如烟又是尖叫 又是痛哭 直到最后 他身下留下一滩血来 柳如烟才停下 柳如烟跟死了一样 瘫软在地上 纪博达也是鼻青脸肿 一脸抓痕 这场闹剧终于结束 直播也终于结束了 网友这次彻底看清了 这两人的丑恶嘴脸 全网把两人的微博和超话 给投诉封禁了 之后柳如烟流产了 他声名狼藉被封杀 那些之前跟他有关系的老板 一看他得罪了我 哪敢再跟他来往 没多久 那些投资人找他要回自己的钱 柳如烟还不上就破产了 后面网上有人爆料 他进会所给人洗脚去了 至于纪博达 因为造谣和故意伤害罪 进里面采缝刃机去了 往后余生都是铁窗类 曾坐上过高位 得到过纸醉精密的荣誉 想必在监狱的日子 会更加难熬吧 他的影后是我故意被的 我就是要让他从最高处摔下来 有一件事 纪博达不知道 柳如烟怀的 其实就是他的孩子 全文晚